大家好 今天是3月2号星期四 股市当然是一个先高的走势 因为昨天晚上到星期指数是上升了303点 当然现在看起来市场的细分还是比较保守 从上个星期四开始 股市是出现了一个症状的调整 大家要留意到 恒生指数已经由上个星期五开始 不断的往下走 而且已经低收在10天线以下超过3天了 可是有没有留意 到目前为止 现在跟大家说大概是在两点钟的时间 所以指数还是没有跌卷20天线的 等于说股市是有一点点的反复 但是情况并不是太差 因为整个中期的升浪的起步点 是去年12月28号的21488点 现在在23800 等于说那个距离是很大的 反而就是距离那个高位 24216点是比较近 这个股市基本上 从这方面来看 是一个抓着高抬而不下的那个感觉 还有每个月都有一定的波幅的 越是在越初 我们先见那个低位的话 其实来说应该有利 往后股市慢慢的回稳 而且等机会再进一步的往下推的 当然一月份的股市 全个月的波幅是上升了1514点 到二月份是稍微收窄了一点点 只有1219点 我想在三月份也不会太多 估计大概是1100到1300点左右的水平 要是说这个月先见低位的话 就要看看这个低位到底在哪里了 到目前为止 三月份只过了两个交易天 最低的暂时就是昨天的23730点 可是能不能够肯定 这个就是三月份低位 现在还是不能肯定 直到收省的一分钟 恒生指数能够回升到徐天生以上的话 那就初步可以跟大家说 这个月的低位已经出来了 当然23373也好 高一点低也好 不重要 最重要的时候不要跌得太多 而且有一点大家留意 要是这个月是组成一个先低后高的话 在月初我们见一见低位的话 慢慢有机会股市是还是会往下推的 不过当然现在的左力 应该是在上个月23号的高位 24216点 还有一个高位 就是去年9月9号的24364点 我想这样吧 要是股市再往上走到24001 4200也好 我们要看那个成交今年 要是成交还是在700多亿的话 我想这个动力还是不太足够 900亿到1000亿就差不多 可是要是真的是出现这个再进一步往下推的话 由于整个中期升浪 我想应该是10到12个星期 等于说现在要买货的话 就在这个中期升浪的后一个阶段 等于买下来就有承担一定的风险 所以也不能买得太多了 还有一点大家留意 一般来说五月是比较穷的 六月是比较绝的 就等于说 那个时候股市应该出现一个 所谓技术上的中期的调整 所以变成来说 有货在手 定下只赚再往上看 没问题 可是现在的大手去买的话 我想还是小心一点点比较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